接着来介绍ADT的另外一个工具 叫做ABD Manager 那刚才我们介绍过SDK Manager SDK Manager随时我们都可以点开 它会连线检查我们的清单 看网路上是否有更新的 那我们刚才安装了两个版本 一个2.3.3 还有一个4.2.2的Image 检查完毕以后我们把这个关掉 我们打开另外一个ABD Manager 刚才更新完毕以后 最好重新启动一下Eclipse 重新启动的意思就是说 把它关闭然后重新再开启 重启一遍 不是重启一遍 重启一遍 那重启以后它的清单 才会完整的出现在这个ABD Manager里面 因此我们选择New New的目的 Eclipse是要建立一个虚拟机器 在我们手机开发程式 在我们Eclipse开发完程式以后 我们要测试一个环境 我们称作是虚拟手机 或是称作虚拟机 那这里可以选拟的是说我们的Target 我们要放在哪一个平台里面 那目前这边有刚才安装的有两个版本 Label 实际 那它有两个选项 另外一个是Google API 一个是Android的API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若是我们要使用到Google的API 例如Google Map 我们就必须选择这个 如果不是我们就选择这一个 那我目前先建立一个简单的 因此我选择2.3.3的 这里是选择说你要使用哪一个 手机的外表 Device 那或是它手机的型号 我们可以选择最基本款的 HPGA 它是320x80的一个解析度 它是属于中等的解析度 M代表Medium 那这里我一般习惯 我给它一个详细的命名 如果2.3.3代表它的 Target Image的版本 那这个名称是做字典用的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个 AVD在做测试 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名这个名称 那这边有几个选项 预测的 那我就不去动它 那我们还需要的是SD卡 SD卡 我们给它一个512 另外如果你有需要 相机 相机它有可以模拟 这个版本的它没有所谓的前相机 它只有背后的相机 有些型号它有前相机跟后相机 那它可以模拟 或者是说 所谓的模拟就是它 打开相机以后它就出现一个假的 格子的照片会一直移动 然后你按下去它就会截取格子的样式 这个叫做所谓假的相机 那在4.0以后版本 它已经可以截取 PC上面的webcam PC上面如果有USB连接的cam 它可以模拟来当做它的相机 因此如果要使用相机 你可以使用webcam 就是截取它的PC上面的相机 让我们做使用 那还有一项选项就是GPU GPU这边看你要部署的 那个环境是指引安Base的 还是IntelBase的 那我们一般手机都是安Base的 那至此我们可以把它OK 它会把它格式化以后 然后把它做一系统码装好 接着我们就可以第一次启动我们的模拟器 刷完以后我们启动我们的模拟器 点选这一个以后 然后选择START 若是如果你要修改它的规格 随时可以看它的规格 或是到这边来编辑它的规格 就回到原来的画面 那我们选择这一个要买START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要注意几个选项 其中这边如果是你每次都要把使用者的资料 上一次使用的资料清除掉清理打这个勾 那这两个这个是跟解析录有关的 那这边我们不做编动 那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刚才有一个选项没有勾 那这跟我们执行的习惯跟效能有关 因此我们把它cancel 到这边来重新编辑 那这边有一个地方叫snapshack snapshack的打勾的意思就是说 它等于是我们 pc上面使用的还原系统 那你把每一次执行的步骤把它快造起来 那它好处是说下次开机的时候 开机是指开模拟机 那它速度会非常快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第一次启动模拟机的时候 你会知道它速度非常慢 若是你有做快照的话 第二次启动它就啪 在大概5秒钟10秒钟之内 就可以简线出来 如果如果没有使用快照 它可能要开个3分钟到5分钟 你要看你的电脑实际的印度 那我们这个打勾也有确定 确定以后我们重新启动 这边就可以点选 那这两个选项是什么呢 它说把你目前的save起来 所以第一次启动应该要把这个打开 那等到第二次启动的时候 若是你每次都要重新还原到上一次的状态 那你就save的状态都一直打开 那第二次启动的时候应该点选这个 所以我们第一次启动点选这个 那它可能要花3分钟才启动 那要看你的硬体的状况 那启动以后它会进入到 像我们手机开机的方面一样 那这个就是要做虚拟机 那虚拟机的目的就是在 我们还没有发行在手机之前的时候 我们做测试所使用的平台 几乎90%的功能都可以在这上面做测试 因此我们即便没有手机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virtual device上面做测试执行的测试 开机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若是有使用过iPhone的开发工具 你会发现iPhone它是原生的 是一手写的程式语言 它开发的时候 它执行的效能比加把当然是好很多 因此如果你开机以后 模拟机开机以后 尽量不要按打叉这个动作 打叉就是把它关掉 那你执行的时候 其实现在这个是独立的特例 这个也是独立的特例 我们学校的程式把它传过来 它中间是透过TCP的连线来做连结 那你模拟机 一个模拟机你可以开一个模拟机 那如果你有另外一个模拟机 你可以开第二支手机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编号叫5554 那它是TGP所连接的POL 那如果你再开第二个 它就会有5556第二个POL 所识别说它的 从这边开发以后你要连结到哪边 它所开启的通道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等待它开启 因此第一次开启 的确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好到此时整个开机完成 因此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是模拟机 它跟真实手机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程式级 刚才点选的是程式级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预设有这一些程式级在里面 那它有一些按键是手机上面的按键 像这个是回到原始的 那这个是程式级 这个是HOME 回到原来目录 那启动到这边模拟器就OK了 那一般我要做测试的时候 这边都不要关闭 但是我们要测试说第二次开机 使用快照的时候 它的启动速度是否很快 因此我把这个重新关掉 那刚才所做的事情 它都会做快照 把它储存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那它把它关掉了 关掉以后我们重新再启动 那这个时候要选择这一个 从刚才的快照里面快速的启动 那你要不要把现在正在执行的动作 再储存回快照 或是每次都还原成这一个 那看你的选择 那看 刚才我们启动超过三分钟 这一次启动 它应该可以在十秒钟之内 可以把这个画面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个就是快照 那有关于AVD Manager的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